在全球经济放缓的阴影下 中国的消费增长显得愈发乏力 2024年4月 消费者支出意外减速 令市场震惊 随着5月份实体经济进入淡季 街头转让和空置的店铺随处可见 前景愈发令人担忧 以下先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片段 新闻形势大好看 眼前一团乱走 国内经济增速越来越强 但企业和民众反而却越过越难了 在央行最新发布的一季度 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里 无论是企业的运营 景气度等数据 还是企业家本身对经济热度的预期 都在持续走低 由于企业家往往对经济环境的敏感度更超前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报告的结果 当作是反映经济真实情况的重要参考 很显然从这个结果来看 情况并不乐观 由于市场整体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企业的订单指数依旧持续下行 整体的情况甚至比前两年还要差一些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数企业选择自救的方式就是卷 打内战卷价格 所以唯一上升的数据是原材料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 多数企业是很难盈利的 这也就造成企业的景气度指数 盈利指数双双跌破了50%的融空线 连带着企业家对经济的预期也变得悲观了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这个结果是能产生共鸣的 毕竟很多地方都能看出这种端倪 像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上市公司业绩情况 今年一季度A股有1163家公司是亏的 占了上市公司总量的近四分之一 这个数字甚至比前两年停工停产的时候还要多 另外A股上市公司在一季度的平均盈利增速也变成了负值 如果连上市公司都很难赚到钱 那其他民营企业的真实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不光是企业感觉难 民众也一样 另一份调查普通民众对收入就业情况感受度的报告 也得到了同样的悲观结果 大多数人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预期也不高 要知道民众的感受往往是滞后预期也加的 所以很多网友猜测 接下来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感到更苦 很显然央行这两份报告传递出来的信息 跟大家平时从新闻或是公开经济数据了解的并不完全一致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无论政策的刺激力度还是官方的态度 对经济复苏都特别有信心 更何况从已经公布的GDP增速 进出口数据 货币增量也能看到 经济是在加速恢复的 很多人就怀疑究竟是报告造假了 还是数据有水分 哪一个才是真实 其实这种矛盾并不意味着某一方的信息是错的 只是在行聊真实情况的时候会失真 比如说我们如果只看M2增量 连续两个月突破300万亿 会感觉市场资金充沛 但真实的感受却是企业缺钱 民众不敢消费 问题出在了M2除了包含流通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外 还包含了企业和个人的定期存款 从企业测的数据能看到 企业的周转资金没有问题 只是都把钱存下来了 这才推高了M2 但并不代表大家过得都很好 总之当下来看企业和民众的生存环境依然有困难 那高层也在积极的解决问题 处在经济复苏的这段阵痛期当中 我们不能盲目的畅想未来 但也不该过度悲观现在 延安酒店迎来了新一轮的倒地潮 和几个同行在会儿做的聊天 发现这个群里面 转让店铺的信息是越来越多 回首看一个转让店铺 再看一个还是转让店铺 转让店铺转让店铺 看到的都是转让店铺 什么原因呢 我们仔细也聊了聊 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胎卷了 就目前当下这个形势 就是卖出去货也没有什么利润 还有个原因就是现在缩量 投放量越来越少 你没有货 有货都赚不到钱 没有货更赚不到钱 再一个 现在的房租呢 房东是死活不给你往下降 你搞来搞去 等于是给房东打工了 有一个那个同行跟我们聊天在斗 他老公呢 没事干是天天跑车 跑这个滴滴 然后他那手店 每年这个跑滴滴赚下的钱呢 还得补贴点店面 才能把这个店面将够维持 那这逾期这样来回补贴还不干呢 房东反而收的房租在那 很潇洒 确实也这么个道理 可是现在当下这种形式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内容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未能幸免 2024年4月份 消费者支出意外减速 这一现象不仅令市场震惊 更引发了对中国消费增长前景的严重担忧 数据显示 零售销售额同比仅增长2.5%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4% 消费者信心下降 劳动力市场疲软和物价上涨是主要原因 房地产市场调整使得许多家庭财富缩水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 实际购买力下降 食品和日用品价格上涨 挤压了家庭消费预算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提振消费 例如减税和发放消费券 但效果并不显著 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深深担忧 导致消费行为更加谨慎 这种情绪转变是短期政策难以逆转的 5月份到来 中国实体经济进入传统单季 但今年情况更加严峻 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显著放缓 企业订单减少 工厂开工率下降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 表明经济活动萎缩 服务业PMI从上月的52.3 降至50.9 接近收缩区间 经济放缓不仅是季节性问题 更反映了广泛经济疲软 制造业企业面临订单减少 生产成本上升和出口需求疲软的多重压力 特别是中小企业 许多工厂被迫缩减产能或停产 直接影响就业市场 服务业如旅游 餐饮和娱乐业在疫情后恢复速度远低预期 消费者的谨慎态度使得这些行业复苏不乏缓 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扩展和投资方面更加保守 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空置和转让的商铺随处可见 这一现象反映了零售业困境 揭示了整体经济疲软 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 曾经热闹的商业界如今冷清许多 商铺租金高企 加之消费疲软 导致许多中小商家难以维持经营 纷纷选择关门卸业 空置商铺不仅是商业界景象变化 更对商业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大量商铺关闭意味着失业率上升 许多从业人员失去收入来源 商业地产租金收入也受冲击 投资者和物业管理公司遭受重创 这种现象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消费能力有限 商铺空置率上升加剧当地经济困境 商家即使采取打折促销等措施 也难以吸引足够消费者 情况如若不改善 将对社会经济稳定带来深远影响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提振消费 但效果有限 减税、补贴和消费券等刺激政策 为显著提升消费者信心 相反 高房价、高教育和医疗成本等结构性问题 困扰中国家庭 抑制了消费意愿 消费者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使得居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储蓄成为应对未来风险的手段 尽管政府出台促进消费的政策 但深层次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前 消费者消费意愿难显著提升 反映当前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和挑战 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全球经济、复苏法力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内部结构性问题悬而未决 所有这些因素将继续对中国经济形成压力 如果消费增长乏力局面不能有效改善 中国经济整体增长动力将严重制约 今天先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宝贵意见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